这是老杨亲眼目睹的情景 为了给新兵炼胆 小鬼子拿中国老夫人当活把 将活人套上麻袋 浇上汽油 点燃熊熊烈火 听着中国人撕泻裂飞的惨叫声 哈哈大笑 每每伤起那段惨痛经历 老杨不由得 老泪纵横 善然泪下 1945年 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 东北大西安岭日军的一座集中营里 丧心壁狂的日军 对中国劳工开始了大屠杀 年轻的老杨也被压上了刑场 随着一声令下 所有人倒在地上 这时幸存的老杨从死人堆里爬出来 他恶狠狠地瞪着对面这群鬼子 这段鬼子的响声正响起之际 苏联红军的坦克 冲垮了集中营的高墙 救下了他 苏联红军的铁流滚滚向前 他们让杨玉福和一些红军商员 乘坐装甲车向后方转移 同行的 还有一位年轻漂亮的女军医 那家 因为语言不通 老杨只能坐在车上 和他们大眼瞪小眼 由于四季的判断失误 军程侮辱日军军营 发生了一场激战 尽管苏联红军拼死反击 但扛不住日军人数上的压制 随时惨重 老杨和女军依那家 四季三人 侥幸逃进了邻区 三人来到桥头 为了防止鬼子的伏击 四季拿着枪前去探路 就在靠近哨岗时 一个手榴弹扔了出来 四季迅速趴下 可这个手榴弹 却迟迟没有爆炸 因为没有拉拉环 四季表示很疑惑 就这 然而等他踹开门 一切都说得通了 里面并不是什么鬼子士兵 而是两个日本女孩 老杨和那家跑上街 其中一个女孩 裹得拿出毒药 自尽而亡 而另一个女孩 十分害怕 看着手里的毒药 下不去嘴 四季趁机阻止他的行为 那家觉得 可以留下女孩 给他们带路 否则几凭他们三个 走不出这森林 就这样 他们带着一个俘虏 走上了逃亡的路 但是他们错了 错在以为一个孩子 在枪口下会听从摆布 女孩带着他们来到铁网前 因为担心女孩耍诈 四季让他先走 女孩明显慌了一下 那还是装过了铁网 走着走着 女孩突然停了下来 眼神有些闪烁 四季低头一看 脚下就是日本鬼子 设置的雷剧 积极的四季 一转将女孩打倒在地 听着身后不断传来的枪炮声 他们只能硬着头皮 往前走 无奈之下 四季只能盼在地上 一个接着一个的排雷 但上天并没有见过他们 一手响射天空的爆架声 四季被炸得稀碎 那家十分痛恨女孩的行为 于是故意开枪 在他脚边射击 让他跑在前面 为他们探路 此时 化炸上引来了不远处的日军 老杨此次捂住女孩的嘴 女孩奋力挣扎 最后慢慢没了声息 老杨以为他被憋死了 连忙挪开手查看 可突然 女孩大声尖叫起来 老杨连忙重新捂住女孩的嘴 一个日本士兵 被杖声引得回头 这时天空传来起声鹰叫 士兵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也就没多想 那家觉得女孩太有心计 留不得 于是递给老杨一把刺刀 让老杨杀了他 老杨继续刺刀 脑海中突然浮现出 老母亲惨死的画面 而自己被绑在一旁 什么都做不了 就那么眼睁睁的 看着母亲被鬼子士兵 一刀一刀刺成了筛子 老杨怎么会不恨 怎么能不恨 现在在他的面前 是一个日本女孩 但骨子里的善良 还是没能让他很下心 他们带着女孩继续赶路 虽然在过一座独步桥时 老杨脚下一个打滑 差点摔下桥距 虽然他站住了 但女孩去不小心 掉进了沼泽地里 眼见女孩的身体 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下沉 那家给了老杨一个眼神 这样就不是我们杀的了 在一番天人交战之后 老杨还是没能很下心 他把枪递到女孩手里 那家健壮也来帮忙 老杨用尽全力 想把女孩拽上来 可就在关键时刻 枪去脱手了 局势瞬间反转 这个日本女孩不知感恩 不小心掉进了沼泽地里 桥上的两人 正在想方设法地救她 可女孩却对他们扣下了扳机 而在这一切都是老杨的幻想 现实中 女孩已经奄奄一息 只剩个脑袋落在外面 老杨见状 联盟把她拉了上来 晚上 三人坐在火堆旁 女孩把自己的食物 奔到老杨面前 并深深锯了一躬 老杨看着眼前的日本女孩 眼神逐渐变得羞狠起来 她想起自己在其中营的时候 其中有一个还活着老杨想要救她 这被鬼子一枪拖打倒在地 伤心病狂的鬼子 将还活着的老公 套上麻袋 敲上汽油 点燃熊熊烈火 直到此刻 老杨似乎还能听到 老公私心裂肺的惨叫声 这还不够 鬼子们还在袋子上保守手楼弹 拉开拉环之后 将老公踹进河里 爆炸溅起了数米高的水花 水面也瞬间被鲜血染红 老杨的心里是矛盾且痛苦的 骨子里的善良 让她不忍心见死不救 可想起小鬼子们的所作所为 她要恨得牙根痒痒 于是在救与不救中 不断摇摆着 三人终于走出了林子 但他们很快就知道 森林的外面 仍然是无边的森林 谁也不知道 仗打得怎么样了 不过 从天上 时不时地传来炮声 这天 女孩看到空上的日本战机 她冲过去大声呼喊 却看到了坠机的画面 原来 女孩也有一个二人 但被军队征兵 上了战场 无耻的日本高层下达指令 义勇挺进队 15岁以上的男学生 都要去参加陆军和海军 女孩时不时地回头望 忽然 她猛地挣脱老杨的束缚 好像战机坠毁的地方 那家健壮 举起枪 想将其射杀 但还是没能抠下扳机 老杨放心不下 要跟过去 那家再次举起枪 但老杨表示自己不怕 让那家不要老是 拿着把破枪吓唬人 随后 骂骂咧咧地走开了 只剩自己一人的那家 突然害怕起来 大叫着别丢下自己 也跟了上去 忽然 老杨看到女孩 疯了似地跑了回来 他的身后是熊熊大火 原来 是战机坠毁 引起了火灾 老杨本能地逃跑 但他不能不管女孩的死活 又转身跑到女孩身边 拉着他一起跑 火势来得又猛又急 他们根本跑不过顺风的火 危急关头 女孩拿出那家口袋里的火柴 点燃了周围的杂草 随后拿包捂住自己的头 发在超过的草丛中 那家和老杨两人 连忙照做 其后重生的三人 松了一口气 看着对方脸上狼狈不堪的模样 开心地笑了起来 这是第一次 三人的心靠得这么近 想到女孩 刚刚那一口流利的中国话 老杨的表情 瞬间严肃起来 随后 用刺刀割开 绑着女孩的绳子 原来女孩名叫秋叶子 四岁时就来到中国 一直在大西安里 知道不少林子里的事 秋叶子告诉他们 这个林子是个无人区 只有一条近处的路 而那条路在南边 可那家认为 苏联的军队 是从北边打过来的 于是向北走才有希望 但老杨去世 觉得消息秋叶子 因为秋叶子熟悉地形 而且他们的食物不多了 在盲目的玄境 真的会食此无声 尽管那家十分不情愿 却不得不跟着他们 向南出发 逃亡的路十分漫长 他们不仅要找食物 还要注意不让自己 沦为食物 或许连他们自己都没察觉 他们已经习惯 彼此的存在了 这天 那家一人外出寻找食物 为了天空下起了大雨 那家也在雨中 迷失方向 忽乱之中 滚下山坡晕了过去 另一边 老杨和秋叶子 全坐在树下 看着不停颤抖的秋叶子 老杨脱下自己的衣服 盖在秋叶子的头上 向起身 不断地呼唤着 那家的名字 老杨不会用枪 但又固执地 不让秋叶子动枪 就是这种固执 让他们在原地不动地 等了那家两天 如果不是一只 冬被虎的出现 那家也许永远 也走不出森林了 这个男人 已经在这里 坐了两天两夜了 他正在等自己的伙伴 突然树林里 出来摸索的声音 男人以为是伙伴回来了 联盟起身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男人不是什么伙伴 而是一只硕大的东北虎 看着慢慢逼近的老虎 卷子被吓得瘫倒在地 不会用枪的老杨 一顿瞎摸索 打开了枪的保险 子弹 兔兔地打了出去 虽然一箱都没打中 但也把老虎吓跑了 而和他们走散的那家 也随着枪声找了过来 看到 还在原地 等着他的老杨两人 那家激动地抱着老杨 一顿猛亲 卷子撇了撇小嘴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 老杨对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他很聪明 自己摸索片刻 就能够熟练地 拆枪组枪了 得到鼓励的老杨 拿起手榴弹 好奇地拉开了手环 好在那家发现急时 否则他们就要和这个世界 说再见了 终于 在相互护持下 三人成功走了出来 但卷子就把他们 带回了日军营地 单纯的卷子认为 只要那家和老杨两人投降 自己就可以说服日本军官 攻杀他们 因为他们是良民 显然 秀月子还是太年轻了 并不了解他的祖国 如果日本鬼子有点人性 哪怕是一点 就不会有那么多死亡了 可让人意外的是 老杨竟然答应了下来 至于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原来 老杨早知道营地里没有人了 秀月子一脸失落地坐在地上 这一刻 身受日本军国主义思想 毒害的秀月子 燃起了心中所谓的正义之光 那家在车上发现了食物 联盟喊来老杨一起去 随后 那家试着发动汽车 惊喜地发现汽车完好无损 收音机也还有声音 心里惦记着秀月子的那家 想拿些食物给秀月子送去 不料刚下车就愣在了原地 老杨感觉不对劲 也跟着下车 却发现秀月子就拿着枪对着那家 老杨面部改色地走了过去 秀月子最终还是放下了枪 蹲在地上放声痛哭 老杨也从怀里拿出一把子弹 金融营的遭遇 让老杨不敢轻易相信任何一个日本人 这是收音机里传来 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那家高兴地脱下衣服 在河里游起了勇 想要即将和自己的爱人重逢 雀月子一脸轻松 可老杨却哭了 噩梦般的日子过去了 可自己的家人都没了 他不明白 鬼子凭什么杀人 凭什么跑到中国来杀人 可雀月子也是一个受害者 他不知道也不明白 日本高官让他们去杀人 可到最后 这是大家来杀他们 在雀月子一句句 切字地理的控诉声中 那家也想起了自己的孩子 他还那么小 那么可爱 就被战争波及 生命的猎车 约停在了那里 发现了日军的自杀现场 切腹的 暴头的 轰炸的 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 他们认为 在亡国灭种的起始大辱时刻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 才能受到后人敬仰 躲在一旁的三人惊呆了 雀月子以为 他们还没听到广播 于是拼了命地跑过去 大叫着 战争已经结束了 不用去死了 我们可以回家了 随着一声枪响 雀月子倒下来 只说他的八音盒 还在不停地播放着音乐 他怎么也没想到 自己会死在日本人手里 悲愤的老杨和那家开着车 冲向残余的日本法西斯 为那些惨死的百姓 为纯真的少女 秋叶子报仇血恨 在紫色的太阳下 武器被扔掉 无限内广播自播者 在惨烈的战争后 和平又回到了这个世界上 无论白种人 黄种人 还是黑种人 无论什么信仰 本来都可以和平相处 去建成一个新的世界 在那个世界里 生命尊严 对所有人尊重 任何野蛮的暴行和恐怖 都被禁止 任何侵略战争 都不会再发生 地球上的每一个人 都是朋友 一个中国农民 一个俄罗斯女军官 一个日本女孩 三个不同国籍 不同教育的人 均因战争变质在一起 从最开始的猜忌 防备 仇恨 到后来的包容 又爱 在设计生于死的瞬间 每个民族最淳朴的个性 不可避免的 被显露无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